林志颖父亲林德雄于4月18日因心脏病发在睡梦中病逝 享年75岁 于5月22日举办追思会 全年艺人纷纷送上花然致意 音乐创作人方文山也到场送林爸爸最后一程 而林志颖身为家中赤子 上个月在父亲病逝时人不在台湾 不过接到二号的他也火速返台 处理父亲的身后事 在今天的追思会上 林志颖忍住悲痛 因为想让父亲看到最好的他 今天真的很谢谢所有各界我父亲的好友们 真的很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关心与关爱 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都很坚强的度过这段时间 那真的很谢谢大家来送我父亲的最后一程 那我想我父亲的社会的付出真是不予以利 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我想在这边再次谢谢大家 追思会上林志颖和兄弟妹还特别制作影片纪念父亲 除了和家人亲密的合照外 内容还有林志颖和父亲上节目的片段 当时的林爸爸看起来健康活泼 跳舞唱歌都难不倒他 最后林志颖忍住悲痛情绪 也希望在天上的父亲不要担心了 因为很多情感想被他表达但是都来不及了 我想未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我一定会好好地努力做给他看 因为他这辈子真的够辛苦了 正准备想让他享福的时候却来不及 所以我想他这下真的可以放下 可以放心地离开了 我们都已经长大 我们都会好好地照顾自己 不用再很多简单的事情他一再地叮咛 他可以放心了